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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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两个人自然就成了好姐妹 大家都知道谭森运是一个非常善良单纯的女孩 尤其是她的外表坚强 但内心却十分柔软 比如去年谭森运妈妈出车祸 一年多没哭 直到在法庭上谈到这件事 她忍不住落泪 也正因为如此才更加让人心疼 粉丝们也对她充满了保护欲 前来也是如此 受访时透露 因为谭森运娇小 而她的纯真让她特别喜欢 很想保护她 有两人在尖叫之夜后台的互动中可以看出 秦兰确实是很喜欢谭森运的 人坐在麻将桌前打麻将 谭森运在后面像个小尾巴 让秦兰感觉像个大姐姐 很开心 包括对谭森运的称呼 称呼我的小狗 很别具一格的另类称呼 却充满了大姐姐对小妹妹的爱 但愿两人今后仍能保持这样的友谊 久久不散 以上是玉林娱乐为大家介绍的 欢迎在下方留言区留言评论哦 了解更多的娱乐资讯 请关注玉林聊娱乐